历史上可以两个人取过外号 一个马云叫他外星人 能长这个样子不容易 马云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男人 他说点事的话 如果不是原则性问题 我们就同意算了 只有在太极拳这个事情上 我是尽此原则的精卷不同意 马云跟我的练的方式不一样 他注重于从用嘴巴和用思想练 但是我们比较注重用身体练 太极本身是把太极思想和身体的一种结合 佛教里面说的 修闲佛教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瞳悟 突然感悟到什么东西 马上就成佛了 另一种叫静悟 你要慢慢地去修闲 可能一辈子不够 要好几辈子 几十辈子 其实都对 关键是看你自己的悟性怎么样 像马云可能已经修行了好几辈子了 所以他听信就可以直接进入瞳悟 天马行空 远离物理 它成为聚焦的焦点 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展现的问题 肯定是因为做了这么大的事 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 甚至改变了很多业态 因为一个国家强大 最根本还是企业的强大 马云和马云的团队 是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最高水平 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企业 对中国经济是一个福祉 所谓的中国梦 不就是有这样一些企业梦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吗